很幸运的在这边我们看见Brain Kenny再次击中了 在这边他有击中三条四 然后呢这边Adams他有买后门花的机会 这有点不幸的是转排 这边给Adams带来了两队 现在他的排力是5544带8的踢脚 然后呢这里Kenny他继续选择用很强的排力过排 他并不怕对方在这里能追上 那这里也是让对方选择下注 然后呢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价值 那这里Adams选择下注8万的几分排 那这里我们看见Brain Kenny加注到54万的几分排 那这是Adams下注的快7倍的加注 那这边Kenny的这个加注呢是第一保护自己的排 第二也是要得到三条的价值 那因为这个面上我们看这个转排会让这个面比较湿 这里有买顺买花的面 那我们看见就是Brain Kenny在单挑的池里 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在这边Adams做了一个跟注 我们可以看见这边Adams只有4%的盈利 因为他需要在和排击中一个5 这4%的盈利变成100%的盈利 这个和排确实来了一个5 那也是Adams最想看见的和排 这里非常不幸 现在幸运旅选站到Adams这边了 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手排 这远远领先翻牌时的Kenny 在和排被对方超越了 那这里Kenny选择过排 那在这一个132万底池Adams 他会选择要下多少呢 那这个和排应该Kenny很难弃牌 应该会给对方一定的价值 那这边我们看见Adams 他放了一个时间卡 这个时间卡是可以让他多考虑30秒的 这些方片的卡片是时间卡 然后呢这是一个就是即时的比赛 这意思是说每个玩家每条街都可以只考虑30秒 如果需要更多的时间就要需要放一张机 那个时间卡才可以 那这里呢Adams选择下注240万的几分 打了一个超大的底池 这边他选择和排 打了两倍的底池 那这里我们看见Kenny并没有马上跟注 他也要好好考虑对方是用什么牌 在这里可以下那么大的一个注呢 那在这里轮到Kenny放了一张思考卡 那如果在这边可以看见Kenny 手上可以弃掉这葫芦的牌 那会是非常厉害的 当然一般玩家在这种情况下 是会不耐 反的放进一个跟注吗 那他再次丢进思考卡 这是又给他多30秒 我们看见现在 Brenkenny已经进入1分钟24秒的考虑时间 那这里 Kenny他感觉他自己有可能现在是落后了 那他在想的考虑思考中 会想到对方到底是哪一些组合 在这个合牌可以不怕 然后呢下注那么大 然后呢还是跟注了 我看见Adams在这边拿下一个非常大的底池 这个底池是612万的积分牌 那这把是非常冤架牌 特别是在单挑的情况下 然后这边Adams也打到了超多的价值 在这张合牌 你看这德州在一个转牌只有4%盈利的时候 事后这合牌带了一张Miracle Card 然后呢就让Adams赢下了那么大的底池 也让这个单挑情况转世 现在Adams积分牌 已经跟Brenkenny差不多又一样了 那这里Brenkenny只有叹气了 我们看见在这边 这副牌对Brenkenny也有一定的情绪方面的影响 希望他可以快点 就是情绪调整好 然后呢继续打单挑 因为他当然还没有被打残 在这边他还是很剩很多积分牌的 不停的摇头 非常不行 那这里我们看见 庄家卫的Adams拿到了一对K 在这里加就到20万的积分牌 然后呢我们现在到大忙卫的Kenny 手持的是K8 那也会让他觉得他的牌力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单挑的情况下 他做了个跟注 那这个面发出来是A18 那这边Adams看见他的一对K 有被盖帽 但是呢这边Kenny他是中了抵对的8 带买花 然后呢这个花也是坚果那次花 好 然后这里和牌 Bran Kenny 過牌給Adams 那這個面是有任何勾或者六 就是順 那這裡Adams 他決定 要打對方的價值下了24萬的積分牌 大概是二分之一的一個價值下注 那真的不理解 那我們知道Bran Kenny 是一個有堆子不會隨便蓋掉的一個玩家 他確實得到了一點價值 在這邊Kenny有一對八跟住了 然後這邊Adams再次拿下頂值 這個價值下注算是非常的精準跟漂亮 在一個這麼多危險牌的狀況 有A 有6 有夠他都輸的狀況之下還選擇了一個價值下注 一些職業玩家在這邊帶的非常好的是一些玩家得不到的價值 他們可以下注得到價值 那這邊現在看見Bran Kenny 掉到49個大忙 然後呢 手持是這比賽中33%的積分牌 那也就是意思是說 這邊Timothy Adams 手持67%的積分牌 暫時是單挑中積分牌最多的玩家 那這邊我們看見小忙位 加注到175,000也是莊家位 然後Adams就選擇跟住A6 紅心的牌 然後這邊出來662的面 在這裡看見我們Adams馬上中了三條 這 運氣好像來了 這 運氣好像來了 那麼好中三條嗎 很難 昨天有跟觀眾聊到 你要選擇 你要在flop三張翻牌 你要擊中三條的幾率大概是0.9幾 不到1% 大概100次會中一次吧 那這邊我們看見 有優勢位的Bran Kenny 經過Adams的過牌 選擇下注15萬的積分牌 那我們也說過Bran Kenny 他一般如果翻牌前有加注 他在任何的面都會打一個繼續下注 那這裡我們看見Adams 手持三條6 選擇再加注到43萬5千的幾分牌 那這邊Kenny只有一個8high 其實很難繼續跟住 當然因為本身 他本身就C背很多很多了 所以基本上這邊沒有對子 其實對手會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是Kenny 我覺得如果他這邊有一個Shigh的話 或是K圈high K goalhigh的話 可能要抵抗一方 那他在這裡選擇用8high的牌做了一個跟注 那他在這裡試賭對方 手上的牌沒有那麼強 然後呢應該是在後面 經過對方如果過牌的情況下 他會偷下底值 那現在Adams應該就要猜想對手的Range是什麼 他能跟注我這個Check Race 那我覺得如果是 我有可能會選Check Race兩次 因為首先我考慮到他的Coin人 可能會有些Fresh做 可能會有些High卡 開不了牌的牌 基本上我不會覺得對手有6 那基本上如果對手有6的話也會打 所以我可能會Check Race兩次 Check Race兩次是 很難就是很強啦 你如果是這種Line的話 是讓對方讀出你的牌力是非常非常強 那最好聞的是人家說 你有沒有成功做過Check Race三次 我有 人生我記得我有兩次過 做過三次的Check Race 對手牌好像也是 好像我在Turn就已經Quads了 然後對方好像是一個 好像是葫蘆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是一定蓋不掉的啦 只是剛好有一個機會讓我Check Race三次 那就非常厲害了 這是非常難執行的一條Line 就有點類似剛剛這種結構 然後我在Check Race Flop之後 Turn我中了Quads 然後我Check 那對手葫蘆下去 我再Check Race一次 那Turn是因為上面有兩張花嘛 然後Turn沒有中 就去疊牌 然後在Check Race 然後對手再跟 River開了一張大牌 然後我就想一想 Check 然後 然後 對方就 再BetRiver 然後後面生一點 就Check Race三次 歐贏他就跟了這樣 非常厲害 人生好像只發生過兩次 目前打到現在 這個是很難 因為你Check Race等於是兩條街 等於是你打了六條街 好這邊我們看見 在翻牌前 這裡Adams 夾住 84童華的牌 到20萬的幾分牌 然後這裡 Kenny說了一聲 All In 全下了 323萬的幾分牌 順利拿下底次 我們不知道他另外一張牌是什麼 40個 有可能是個4 有可能是個A 對 40個忙住的3B1 就要是個A 都順利拿下 自然是個A 最多的 大 在這裏 地下 可以 很可怕 我們長牌的單挑 跟短牌的單挑 還是長牌稍微 A選比較多一點 因為短牌單挑的狀況 你可能 你的十十個AK 可能不一定達到O 你一定要可能AK的圈圈 之類的這種牌 或是KK的QQ 對,我們看見他們就是 也是翻牌前 一位家族一位都跟住的 他們沒有去拿什麼A6同化的這種牌 做再家族的行為 那這邊我們看見大盲位的 Kenny拿到了AK同化的牌 那當然在這邊 Adams他的牌力不是很強 他選擇用7-3 跟住了8萬幾分牌 對 那在這種大盲位 放進前柱 跟大盲的情況下 這邊一般 小盲位會用很寬的範圍 去玩一些牌 是因為他們只需要補4萬 就可以贏下一個18萬的底次 對 好,我們看這裡 Kenny好像還是 被剛才一把葫蘆打得有點情緒了 所以希望他在這裡不要上頭 還是可以打回來的 那這裡他選擇用7-5 雜花的牌加住175千 利用他的V字優勢 在這邊我們看見Adams拿到的是K9 所以你看情緒管理是多麼難學習的一件事情 就是連Kenny這麼厲害的高手 感覺都有一點點上頭的樣子 對 因為我們在那副牌看見他轉牌只有4%的盈利下 對 合牌就發出來了 可是你有看過 像我覺得每個人風格跟強項不一樣 像我就感覺我沒看過 Chuwick上頭 他就從頭到尾就一副很冷靜 對 世外高人的感覺 他有可能就上頭了也不會表演出來 嗯 他跟Bonnamo兩個人都很相似這方面 對 他兩個人好像同一個流派 那面對著漂亮的獎盃 兩位玩家都希望成為今天傳奇撲克主賽的冠軍 這也是一個200萬港幣無限賣路的比賽 那在這邊跟住8萬的積分牌 Adams是首次K9 然後我們看見Kenny再次 這邊大忙外是拿到AK梅華的牌 這裡選擇加注到27萬5千的積分牌 那我在想K9應該也是一個會抵抗的一個範圍 那這裡Adams確實選擇跟住 我們來看一下翻牌後 這個翻牌對Kenny很有力 他在這邊擊中了頂隊 那這邊Kenny應該會做一個持續的一個下注 二分之一嗎 大概是60%左右的BED 那這裡下注38萬5千的積分牌 那Adams這邊有一個King High的一個Diamond 我猜這是一個唯一讓他猶豫的一個原因 那絕大多數應該這邊還是不會選擇一個抵抗 好 難道要繼續跟嗎 如果來一個 轉牌9 喝牌9 Kenny應該就爆炸 好 好 現在我們的 Kenny的S-King 已經是 100%了 對手已經做贏隊了 那 我覺得依他現在這個形象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做一個持續的 攻擊 畢竟後手還有260萬 還打不完 所以應該會想要試著 把他籌碼全部打光 那這是一個40%左右的下注 好 Adams在沒有發出Diamond的狀況之下 就不再繼續Flow對手 170% 480% 480% 170% 290% 480% 170% 170% 270% 那我覺得依現在的籌碼量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110萬左右的3BET 然後他在這邊希望Kenny手持不錯的A 像其這種O-in有可能比較猜不出來他們真正的目的與想法是什麼 因為這個O-in的尺寸其實蠻大的 有效籌碼大概是40BB 那如果對方Kenny手上是A10A勾的牌 我覺得他是氣不掉的 或是手上手裡一個對子 那這邊我們看見Timothy Adams現在是2比1的積分牌 對了Brain Kenny這邊打單挑 然後我現在盲足級別升為5萬、10萬、千住10萬 那我想Adams也許是不想要在這麼有價值的牌 然後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被Kenny跟住一個3B 然後進而損失一些籌碼 那這裡想盲味的Adams 手持96同花牌 在這裡 這裡是跟住10萬的積分牌 那這個96是不錯的組合 可以買順、可以買花 這邊出來773的面 那暫時這裡是Kenny 十海領先 他選擇過牌給Adams 那我覺得Adams這邊是蠻適合下足一個大盲 還有一個後門 花順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看見這裡Kenny 他一分鐘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們等他一下 那我們看見這邊 第六名是Izac Haxton 就是哈利波特 今天得到了630萬港幣的獎金 第五名是David Peters 得到了815萬的港幣獎金 然後呢 Peter Jetton 1039萬 Dan Smith 1360萬 那這David Peters也是我們這次比賽中 買入最多的玩家 他是買入四手 然後呢 Timothy Adams跟Bran Kenny 只有各一手買入 那買一手最賺 對,買一手超賺 買一手 然後呢 你就 停止買入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你已經賺了 嗯哼 對,對 那這個比賽是傳奇撲克給大家帶來的 在季州神話世界藍頂娛樂場 然後呢 下一站我們是在黑山 會給大家做直播的解說 那那時候是5月4號到5月16號 所以黑山那個系列賽是稍微比較長一點 嗯 他們這次準備做一些小一點的邊賽 那這個小到什麼程度 我也笑應該不會太小 小一點 就小一點 那我們趕快跟主辦單位說 請問我們主播可以免費打嗎 這傳奇撲克他們這裡抽的水 除了付大家的工資之外 他們是捐給直散的機構 他們去年捐了200萬港幣給澳門和香港的直散機構 所以他們這些老闆們都想利用這撲克來做點善事 那現在兩位玩家回到了現場 那現在兩位玩家回到了現場 那這裡莊家小忙位 我們看見來的是Kenny 他這裡是A10 加注到25萬 然後呢Adams在這裡是圈8 也是不錯組合的牌 在單挑情況下一定是可以看翻牌後的 那這邊 我們看一下翻牌後 現在是勾4-3的面 沒有任何玩家有中到一個對子 那在沒有中的情況下 Kenny作為翻牌前加注的玩家 在這裡應該是會以往的打法繼續下注 但是這次他是選擇過牌 那有可能覺得自己還是應該現在是領先 應該是他覺得可能也許這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攤牌價值 然後他選擇過牌 如果他開不了牌的話 他就下注 我們這裡也有學到一些Kenny的策略 那這邊我們看見這個轉牌 給Adams帶來了可以買花跟買順的機會 然後我覺得會下一個比較重的組 他下了75萬的幾分牌 在60萬的底次下注75萬 對 我們昨天看見Timothy Adams也做同樣的舉動 在一個可以買順跟買花的面 他會下一個很大的組 而且我想Kenny原本心裡的如意算盤是 反正我這個範圍有理解 你轉牌你打我就跟 你合牌打我就跟 就現在遭遇到一個超磁下注 變成是說 他這邊要去抵抗一些X-high的話 就變得好像抵抗太多了 那這邊Timothy Adams會用Semi-bluff 也是半價戶的牌力 可以一般的時候可以拿下底次 那這邊我們看見Kenny跟住 那我相信Kenny本身也了解 對手會在一些 combo做的一些組合上面 做一些超磁下注 好 我們的Adams在River zone 到他的童花 那我覺得 為了他的bluff的平衡 我相信他可能會直接選擇O-in 而且如果對手去Defend it的話 對手手裡範圍是很有可能有一些 K-10 Q-K 或者是S-King的牌 其實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這張K的話 其實對Adams來說是 除了他中的花以外 也算是擊中對手的部分範圍 所以這邊他也很有可能會直接O-in 那他這裡選擇下一個很大的組 已經是O-in 他再次在這邊選擇Over-Bit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見 他這個組是Cover了Kenny的守候的幾分牌 那這裡的Effective Stack是260萬的幾分牌 他這邊只贏對手的 5-6 6-7 或者是一些 7-8 8-10的牌 那本身自己有拿了一張10 其實擋掉了對手一些 順子的組合 哇 這個S要HeroCo其實是蠻艱困的 那這邊Kenny會考慮到 是如果轉牌 對方下那麼大的抵柱 這邊呢 他有可能買的是順或者花 然後呢這個合牌帶來了順和花 所以這裡他手持A10 拍力的應該這邊是靠不動的 他應該會讀對方 手上至少是有比他強的牌 這邊我相信如果有兩隊也是會O-in 兩隊會O-in 而且Kenny其實他在這一個 第一次裡面已經丟入了非常多的醜 已經丟入了300萬的籌碼 那後手只能加200多萬 那Kenny本身她是一個 算是愛偷雞的人 我們這有聊過 對 愛偷雞的人都會覺得對手在偷雞 對 因為他會想如果是我 我在這裡是這麼打的 我是不是一定會下座 因為呢當然在這個翻牌的面上 兩位玩家都有曾經過牌 然後而且打撲克 呃 在你要學習進步的過程中 認識自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有時候往往 你要去界定對手範圍 或是界定對手打法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一個基準 就先由自己當作一個基準 來推測對手的想法 站在自己的立場 站在對手的立場 想想看會做什麼事情 那這手牌裡面她已經放了四個思考牌了 我們現在看見她已經進入第三分鐘的思考 那在這邊Kenny真的想 是不是Adams有可能在這邊做投機行動呢 Oh my goodness 她在這裡選擇了用A10 扣了對手的O-in 那她在這邊 應該把Adams放在就是蠻順的 蠻順的一個秘密 對 因為其實River要O-in的話 就變成是說 你要去O-in一些很強的Range 對 所以要嘛就是真的牌真的超級大 要嘛就是什麼都沒有的Bloaf 對 他們就會打一個我們會叫很Polarized的 對 要嘛很大 要嘛什麼都沒有 Adams拿到了冠軍 然後看見這裡Bonnamo跟Greenwood都有來恭喜Adams拿下這次200萬港幣買入的主賽 所以如果在我們的直播室有觀眾有機會對到Bloaf 就可能要試著用Over Bay 因為這個River其實真的抓得蠻硬的 嗯 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想到她會跟著 我沒有想到 因為我覺得就是 在轉牌的時候 她打出來有很多有可能是在買牌 但是在合牌出來的情況下都已經買到了 所以她讀她是翻牌的時候應該是買牌買順聽牌破產 所以她再做了一個A式的Call 那這把如果Call 3了會 會 會 讓大家非常 對 我覺得這把不管有沒有Call 3都是一個經典的牌 對是非常經典的牌 你抓也是抓到一個 對 很 你用這根子也蠻扯的啦 那你真的抓到也蠻扯的 那這邊我看見獎池 這裡第一名Timothy Adams 他可以帶回家三千零六十萬港幣的獎金 然後呢第二名Bren Kenny 是拿到兩千一百二十萬的港幣獎金 那我們在這邊恭喜他們 Tim you've won the main event Congratulations Tell us first of all how's that feel Yeah it feels really good I'm just really tired right now It's like three really grueling days of poker I didn't sleep the best last night So I'm a little tired today But yeah I'm obviously very happy Just talk us through that very last hand That obviously you were really desperately hoping He'd make that call Brynn And he did Just give us a brief rundown of that one Yeah I mean kind of standard He raised a hand that he raises He's supposed to raise a lot And I called the hand that I'm probably just supposed to call And I went check check on the flop And I had a big draw on the turn And I decided to use an overbet size And he called And then I made my hand on the river And yeah I just went all in I think as I should And then yeah He though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de a hero call And I was obviously very thrilled to get called So yeah And the heads up battle against Brynn How tough was that You must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playing against him in the past Yeah I mean I've been playing against Brynn since I was like 19 or something And I'm 32 So tons of experience with Brynn He's an amazing player And yeah I mean I play quite a bit of heads up So I felt pretty comfortable But it's always a tough transition when you've been playing full ring or six handed the last week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get heads up and the stacks are varying And you kind of have to wing it And yeah it went well And you're one of the most consistent players on the circuit And you look at your results and just seem to be endless and they go on forever But to win a trophy and the title here Your first Triton event win must be special Yeah I mean the field was really tough And I think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are in the field So yeah obviously to win it feels amazing I obviously had to run very very good As I think most people have to that win a poker tournament And yeah I'm thrilled that it's me And where's the trophy gonna take its place My office I have few trophies in my office beside my computer And yeah that's where they go Well Tim congratulations Amazing victory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you play Thanks And we'll send you back to the commentary team Cheers 那這邊我們採訪了Adams 他說他對Brain Kenny這個玩家非常了解 他從19歲就跟Brain Kenny兩個人在桌上有打牌 然後呢現在他是32歲 也就意思是說有13年的經驗 對 面對Brain Kenny這個玩家 所以在兩位玩家非常熟悉對方的情況下 在這邊我們看見最首後一手牌也打得非常精彩 那我們這裡恭喜Timothy Adams 他說他這個獎盃會放回家 放在自己的office裡面 那跟別的獎盃可以坐在一起 那這個Adams他以後我們當然會看見他在別的比賽現場出現 然後呢也會贏得更多的獎盃 那這也是Timothy Adams這一生中得到最大的獎金 3060萬 我們剛剛有查他的成績最高的獎金是99萬美金 沒有破100 那這一場獎金大概是200多萬美金 嗯 沒有那麼少 他是除以8差不多 除以8 那算錯了 剛剛少於400萬美金的 400 300多萬美金 對 是他以前的快四倍了 那非常恭喜Timothy Adams拿下這主賽的冠軍 但是有好消息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系列還沒有結束 然後呢現在我們是過半個小時 會給大家帶來150萬港幣買錄短牌的action 也是我們傳奇撲克在這邊增加了一個賽事 給觀眾朋友們帶來直播解說 那大家不要走開這個比賽 現在現場已經開始了 然後呢我們這邊是會打到明天 幫大家做完決賽桌 然後呢我們也會看見150萬港幣買錄的冠軍會是誰 那這裡我們會休息一會兒給大家帶來前面播的一些精彩排局 然後呢馬上就回到比賽現場給大家繼續播放傳奇撲克 向心思想 在哪個過程中 我們去看這個王子 Lun Sang 直播 Lun Sang 直播 一直 Open 就是 Zair Off 然後 五四 Off 不過也剛好有時候 這些開了一些爛牌之後突然來了一個 QQ 我們現在第一把牌就拿到了 Pocket Kings 在 Cuddle 這邊我們看見 Hexton 拿到 A9 的牌 在只有 25 個大忙著的情況下 特別是面對 Cut Off Kenny 家主 他會做什麼決定呢? 其實我覺得這邊蠻有很高 Oing 的機會 因為 A9 大概是 前百分之 10 左右強度的牌 那我們真的相信在 Kenny 這邊也會開得比較多 這有點算是冤家牌啦 對阿 特別是這種位置的情況下 這比較沒有辦法 可是如果假設現在是一個泡泡棋 他 Huston 有可能用根或蓋牌 不會在那邊冒風險做 Oing 對 因為他要擔心比他少幾分牌的三位玩家 我們的第一把牌 會不會就有人出局呢? 好 看一下這邊 Hexton 他擊中了一對 9 現在給了他更多的 Out 現在任何 9 或者 A 他可以拿下底池 好 一張 4 相信現在 Peters看起來很冷靜 可是心裡一定想說 趕快出局吧 我就回本了 Huston 一把牌出局 第一把牌 就不幸地在這決賽桌上被淘汰出局了 他可以拿到第六名 也是 630萬港幣的獎金 那也是不錯的一個Payday 那也是不錯的一個Payday 那今年在澳洲的Ostomelian 我們的 Ryan Kenny奪得了冠軍 看看會不會延續他今年的氣勢 再拿下一個超高的冠軍 那這邊小盲位 這裡David Peters拿到A3的牌 好快又要對決了 這個Case也是一個輕鬆跟住的一個範圍 那在這邊兩位玩家都只有十幾個大毛的情況下 他們應該是躲不過的 那這裡A3 O-in 那這裡Jetton Cole 那這邊第二手派 我們開箭又打了一個O-in 一把O-in一次 那也是因為他們籌碼都太少了 就是在A4 他們擠泡沫的時間擠得非常久 對啊 沒想到昨天我的偶像Ponomo 就這樣子拿死這一團 哇送頭了 那這邊我們看見Payday 他是All-in 49萬5千的擊分牌 然後呢這邊Jetton Cover他 如果他輸的話 還剩27萬5千的擊分牌 那這個翻牌對Payday 是非常不利 在這邊我們看見Jetton 已經擊中了頂隊 現在Payday 需要任何4 或者A 才可以拿下底池 這個轉牌被沒有幫助 但是給Jetton 帶來了可以買花的機會 所以現在這裡Payday 少了更多的O-in 那這邊Jetton 拿到了銅花 順利的淘汰了Payday 那這邊Payday 他應該是 這個比賽裡還是輸一點的 但是 已經1萬5千的擊分牌 那其實觀眾可以注意一個小細節 在他們 Adams在小盲 選擇加注的時候 他加注了4個大盲 其實最近的潮流 我看盲住的攻防 那加注4個大盲 是雖然尺寸是稍微比較大一點 可是 蠻常發生的 因為你可以讓對手 用一個比較差的賠率來進行跟你 遊戲 不管你是小盲 選擇 Limp 然後你在大盲 或你要加入4BB 讓他進入很難打的狀況 或是你在小盲 不讓大盲 有很好的賠率 跟進這個底次 4個大盲 在籌碼很深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加注的尺寸 那我們看見就是 這德州撲克有流行不同的時候 不同的就是打法 那我們以前會看見 面對專家位的加注 小盲大盲這邊會再加注比較小 那經過很多玩家研究 在這邊 Button是可以call很寬的範圍 那之後這小盲大盲 一般如果在加注的情況下 會加4倍到5倍 那我們在這個轉牌 Kenny持續做了一個 這個稍微比較大一點的下注 大概是50%左右的下注 那Aedans這邊有X-King 那在1對1的狀況之下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牌 所以他也覺得自己 其實X-King是有機會在 這個翻牌上領先 那Kenny也試著下了兩發 來保護自己的8-8 那如果這個River 我覺得會是一個 雙方都check的局面 那兩位玩家 合牌過牌 那兩位玩家 合牌過牌 那這裡Kenny順利了達到 兩條街的價值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Aedams的成績 他今年 他看你們兩個解說 那麼辛苦 來 免費打一場 好了 結果老闆那麼大方 好 這邊我看見 槍口位 那這裡Aedams是一隊伍 加注到11萬的幾分牌 然後呢 氣到我們的Delaway的Kenny 有可能會選擇再加注喔 那這裡他是拿到A7 選擇加注到415000 將近快4倍左右的一個尺寸 那我們有時候會看見 如果就是兩位 積分牌比較多的玩家 在一張桌上 他們會避免給 對方壓力或者跟對方打 很大的底次 但是我們看見 在這個桌上Aedams跟Kenny 兩個人 並不是這樣 他們是不停地攻擊對方 再加上Kenny 他本身有位置的優勢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的優勢 對他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對 因為他兩個生酬馬 那坐在一起 那個 他的下架 就是 會佔據很多的優勢 因為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在短酬馬還沒出去之前 你不能冒太多的風險 那如果我們知道這兩位玩家之中 一位聽到另一位的話 那這個玩家差不多就是我們整個主賽的冠軍了 對 因為他應該這樣就手持90%的積分牌 那我覺得這一把牌可以好好看一下 那個Brian Kenny怎麼去處理 跟Aedams怎麼處理 因為其實這種狀況是很常發生的 那譬如說在這種短人桌 你選擇去3B你的上架 可是你是一個完全沒有擊中的狀況 你要下注要怎麼下注 然後在你是抵抗的玩家 你的牌不夠大 可是你要怎樣去推斷對手的認局 要該怎麼抵抗 我覺得 像這種我覺得就是一個撲克很難處理的時候 嗯 那我們看見這邊 經過Aedams過牌 Kenny選擇下注40萬的幾分牌 那在這個面上 Kenny他用A7 銅花跟他無關的牌 應該在這個面上還選擇繼續下注 有很多玩家看見這個面上 就是對方應該手上有很多 可以跟住的結構 應該是15、16個大馬 Jetton我覺得是 這把是逃不了 這邊選擇直接OV 或你要跟住 要Check Race 我覺得都是沒有問題 這邊我們看見 Jetton直接加注了20萬的幾分牌 那在這個比較濕的面上 我們可以看出就是有很多 可以買順的組合和買花 那這裡Jetton他 覺得自己暫時是領先了 所以 來了個加注 我總覺得Kenny快笑出來 怎麼我頂三條還被Check Race 對 運氣太好了 天上掉了一塊大餅 砸到自己 這個應該 我覺得會是個Call 然後 呃 瞳瞳 Jetton自殺 那這裡Kenny選擇跟住 我們 能不能掉一張紅心石 紅心溝 讓Jetton有一點機會 哎呀 這裡出來個黑桃 GG 那 Jetton這邊也不會Care 對手 沒有FirstRaw 這邊頂隊打完 是一個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他這邊沒Owin 才我覺得會 才 這件比較奇怪的事 這邊應該就是會直接打完 那 我們看見 Jetton 他後手 也只有剩 79萬5000的幾分牌 然後 這個底次已經是達到76萬了 那 這裡Jetton選擇下注30萬的幾分牌 那 我覺得Kenny應該就會Owin了 因為他畢竟 他也擔心對手會不會有一個黑桃 他不會讓對手免費看這個Rebert 而且 對手已經算是深深的套詞了 Kenny選擇Owin Jetton在這裡沒有辦法起牌了 空 天啊 這個真的是 對 再沒有 刪不掉的 黑桃的情況下 這裡Jetton 他是Drawing Dead 就意思是說 沒有任何一張盒牌 可以幫助他了 那這裡我們看見 Kenny 又打淘汰了一位玩家 這裡 現在我們主賽 200萬港幣滿路的傳奇撲克主賽 是還剩三位玩家 Timothy Adams Brenn Kenny 卡順 我們來看他要做什麼決定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Showdown Value X High 應該是會選擇Check 那如果是一些 比如說 開不了牌的 比如說一些 K High 或者是什麼 這邊這3B底色也沒有什麼開不了牌 然後可以跟Flop 就是一些沒有開牌價值的牌 那這個盒牌 來了張K 在這裡 Kenny 暫時 他是能贏下底次的玩家 是拿了一對4 可是K你現在 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領先 那這裡下注485,000的基本牌 但是Miss他選擇在 在Prefart抵抗這個A10 然後在Fluff抵抗了這個A10 那Kenny這個下注這個尺寸 是很有可能讓他的A10會選擇跟注 對他來說是非常的便宜 那確實在這邊 Kenny拿了一對四 是最小的 也是這面上第四個對峙 做了一個價值的下注 然後被A10還跟了 真的是靈機異動 非常厲害 覺得應該不至於可能會直接O-In 那有可能會選擇Open 然後被O-In當然就跟了 那如果他選擇直接O-In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選擇一個最小的一個家注 選擇一個最小的一個家注 那如果Kenny這把A8再中A10的話 就真的是天選 兩個人的排力都非常的強 好 現在我們的Smith的手排是壓制我們的Kenny 我們的IvanRio 看起來很像黑社會老大 私底下卻非常 非常Nice的一個 馬來西亞的玩家 也是去年我們亞洲GPI的第二名 好幾乎 喔喔 我們Kenny 在對手擊中了三條 還有一個後門 同花的機會 今天Kenny的運氣真的不差 我們看一下盒牌 哦 這個真的是 這 連他們自己都沒有辦法都笑出來了 這 幸運女生今天是站在Kenny這邊 然後呢 加上牌又打得非常好 那就是很難擋住 她今天有可能是我們主賽的冠軍 平常打都打不遠 運氣這麼好怎麼辦 謝謝 謝謝